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来我们讨论了 这是监察院长王建轩他出了新书 但是呢这个书里面不是讲的 包括一些政治啊 或监察院相关的事情 他讲的居然是 包括他自己的婚姻的 或甚至闺房里面乐趣啊 这一些趣事 我们先来看这报道 监察院长王建轩出新书 大聊私密房市 很多的人性生活 如果没有搞好夫妻的生活 夫妻的婚姻关系常常不好 这个是事实 只是大家都不太讲 不好意思 像我现在跟你们讲 也觉得有一点别扭的样子 例子我太太跟我讲 不要写这么多吧 我说没有关系 我们用暗信说诚实话 一般人羞于开口 院长可是尺度很开 书里不只聊到 性生活美满 可以降丁婚姻的触交几率 年长有性行为的不便 他也侃侃而谈 甚至大方分享 他们的求子经验 在性行为的时候 太太屁股下垫枕头 可以增加情趣 一般讲就是性的知识 不管之前的知识也好 之后的知识 对于受孕育是没有帮忙的 专家吐槽 不过院长可要曾经 自己不是助生娘娘啊 不是教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 什么A片的玩意儿不是 就是像这一类的 有时候我们不方便问人家的 但是彼此交换一点 这样的经验 我写这一篇那一篇 是讲这个 不是教人家说 店高一点很好 还是怎么样 不是讲这样的 大辽四十年婚姻性生活 王靖轩这本书话题够辛辣 书还没上架 就已经达到宣传效果 中间新闻林彬 许家瑜台北报导 保留机会 真的很难得听到 王健宣会讲A片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才看到 就是他非常大方 也是今天的记者找他 主动就出来开了记者会 而刚刚也讲到一些 包括滋事的问题 我们请到大佬好了 您刚刚觉得 除了这个 刚刚医生的一些反驳之外 您觉得 这个院长他对这方面 其实王院长写这样的书 我不反对 他如果真的写监察院的话 没有人卖 没有人看 但是他写这个东西 他的内容跟我们的解读 其实是有一点差距 他把他解识成 受孕的几率会提高 那个医生就很不留情的 就把他反驳回去了 这样就没注意了 我认为 所以不是讲这个 我认为电高 其实很多人都电高的 而且电高也不一定要枕头 有各种方法可以电高 但是电高的目的 原始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求职 这个是为了其他的 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是跟求职有关的话 勉强可以解释的时候的话 是把那个让体液停留在 重要部位的时间长一点 这有医学根据吗 我觉得这不是医学 我觉得这 不然如果是医学的话 大概统计数字会证明说 这个不是那么有效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效 这个我觉得很少人做这个研究 但是我觉得停留了时间 所以我觉得王建勋要写清楚一点 是什么时候电高 还电高多久 不就写了可能他们在 碍于尺度也不太能讲 好 不过我们来看 其实呢 这个大家有提出这样的讨论 有人就问说 监察院到底他们是不是 做的事情呢 是比较多元化一点 来看到其实除了他这次出书之外 其实他之前发起了 所谓的静心洗脚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但是呢 其实他刚刚呢 在担任院长的时候 他也讲到这样的话 引起争议 因为他说监察院要办大案 不要查人民陈情啊 他说那些小屁屁啊 不要都查得一清二楚 这之前讲过 而且呢 最近呢 包括了 除了他之外 我们来看到监委啊 这之前讲到说 现在学生太瘦都不吃 这监委呢 影座谦他就呢 这怪呢 是因为林志玲 就是因为林志玲的关系 让大家现在学生都不吃饭了 他去管这个事情 还有呢 之前我们也讲到 这个是周阳山 监委周阳山呢 他是为了这个国父传 当时呢 是杠上的评论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文传会呢 是要请评录来做一个国父传啊 但是呢 评录他是要做的比较写实一点啊 可能谈到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 但是周阳山很生气啊 他说 诶你们不能乱拍哦 可能呢 会是丑化国父这样的嫌疑 好 包括这些事情哦 我们请到辉文兄好了 诶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又是刚 像刚刚你讲的一些 搭观感的问题 所以是文件会 文件会 不是文传会 文件会 这个 沈医师刚谈的问题 我是觉得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本来啊 王健宣的副院长啊 是沈富雄啊 本来马英九总统提名的 这个监察院副院长是他 如果沈富雄真的跑去干了副院长 然后王健宣又什么 什么洗脚啦 小屁屁啦 然后一些监委那个 然后又出这种书 我不晓得沈富雄那个副院长 还干了下去干不下去啦 这个王健宣在监察院的办公室啊 去谈他自己写的书 请问王健宣你的标准在哪里 今天不用上班啦 上班时间记得来来问你这个书 这个书跟监察院有关吗 跟监察院长有关吗 你用什么标准看别人 你用什么标准看自己 其实监察院离谱的事情 还不止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些啦 就是监察委员 其实我实在懒得讲他们 因为其实不重要 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就好 这个总统或是讲总统府 我们下面有五院 为什么马总统的民调会起不来 其实跟这五院都有相关的 监察院是什么德性我就不提了 立法院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糟的 我同意刚刚沈大老讲的 113个立法委员统 就表现好了 一只手五个 我认为恐怕我都举不出来 当然蔡委员我是把他排除在外 因为你今天有来 所以我就不讲了 那行政院行政院的状况 我想我也不用多提 看吴敦仪的民调就知道 司法院是没有院长的 司法院是由副院长代理 而且司法官收会的部分 其实跟黄世民 我再度想 其实跟黄世民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已经监听很多年了 在陈聪明总长的时候就监听了 他跟黄世民有什么关系 那考试院 我刚刚也提到那个考基法 权序那些什么考选的问题 处理的好不好 我是学生 那五院都处理不是很好 那你觉得总统会不会好 一定会好 会好也不完全 一定会好 所以三十几次的民调是很主人 因为你五个院 尤其最重要的是行政院 行政院各不会 离离离离 那些东西还要我再举例吗 我就说嘛 除了两岸跟ECPA之外 你还有什么事情处理的好了 你讲啊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结果是什么 就是叫人们 就是就不怎么 所以我说今天马总统要看这个问题 说这个监裁院长当初是被你寄予厚望的 因为很希望王建轩 什么王胜仁 什么小平头 然后能够弄出一半 可是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王建轩行不行 王建轩是不行的嘛 因为王建轩完全弄错了 因为他一开始讲说 我是院长我也来查个案子 问题是监裁院长就不能查案 他一直弄错 到现在到底弄清楚了没 那王建轩如果待在监裁院长的位置上 继续帮马英九扯后腿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王建轩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我不是故意要讲他年纪大 他年纪真的大了 你就退了吧 让马英九总统有一些用的空间 他这样子就如同我刚刚前面讲 这个也是扣分 这简直太离谱了 好 关注讨论我们先进一段广告